大家好,我是Den 几年前,因为投票造假让K-POP粉丝们愤怒的 MNET PRODUCE系列安俊姜Pd 重新回到MNET了 4月3号,根据媒体报道 因涉嫌PRODUCE系列投票造假 以及从2018年到2019年 多次向5位经纪公司有关人士 接受了数千万韩币的娱乐场所接待后 被法院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3700万罚款的安俊姜 在服刑两年后于2021年11月出狱了 然后就在最近 重返MNET音乐事业部了 这不是大家都已经预想到的吗?Kiki 结果都是串通好的 可能就是已经说好 以他来切尾 等他做剑回来后再采用它 他一个人都被黑锅了 是理所当然的 说实话,那种造假 他自己一个人能做吗? 你们明明都知道 却只攻击IDOL们 努力观看MNET的节目 那之后有了 只是从PRODUCE系列换名字的 BOYS PLANNING 然后对于安俊姜重返MNET音乐事业部 今天MNET对媒体表示 安俊姜Pd因为对过去的错误深感懊悔 想要尽自己的努力 恢复MNET与个人的信任 考虑到他恳切的意志 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了 哇哦 真可笑Kiki 真的是幽默Kiki 是今年听到的故事中最有趣的Kiki 那恳切的孩子们的梦想呢? 对于安俊姜重新回到MNET音乐事业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粉丝们很心疼的消息 4月2号 男团Treasure成员YungJail 在演唱会的时候 被舞台喷出来的火烧到了 虽然YungJail没有遭到很大的伤害 但是工作人员还是紧急给她的手部 兵服了5分钟 然后缠着帮带的YungJail 继续上台表演了 太威胁了 只是看都会让人冒冷汗 成员们粉丝们应该都吓到了吧 演唱会结束后 马上就打开直播报平安了 幸好手没有受伤 谢谢一起担心的粉丝们 IDOL们开演唱会 真的会有很多风险的 所以希望制作组 能够守护好IDOL们粉丝们的安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韩网热议的 台湾出身的美女IDOL们 TWICE紫瑜 尤嘉艾的树花 TRABI Kelly TRIPLESS年 啊 Kelly是台湾人吗 Kelly超漂亮 我跟从台湾来留学的学生们工作过 真的有很多像艺人一样漂亮的孩子们 当时也觉得台湾真的有很多漂亮的人 最后一位不说的话会以为是韩国人 就是因为漂亮 所以语言不通也能从外国被挑选过来吧 所以大家最喜欢哪一位呢 子瑜 舒华 Kelly 念 弟妹 啊 对 啊